花莲县三名国中与慈激科技大学的孩子 在这次马来西亚MTE国际发明展中 获得了一赢二同以及特别奖的殊荣 县长徐真卫在教育处副处长的陪同下 接见获奖团队 除了表扬获奖学生以外 也现场体验发明作品 徐真卫县长勉励孩子们持续学习不间断 并期许更多优秀的发明能够造福全人类 花莲县三名国中与慈激科技大学的孩子们 在这次马来西亚MTE国际发明展当中 获得一赢二同以及特别奖 教育处副处长翁淑敏的陪同之下 接见获奖团队 同时也感谢市长们帮助偏向孩子们 前进以及开拓视野 即便是偏远的学校 虽然各项学习资源不足 但市长们细心的照料体系之下 关怀陪伴许多偏向部落的孩子们 也能够在世界的精彩当中发光发热 展现热情自信 秦克刚教导孩子们面对未来的能力 鼓励孩子们从生活当中着手 对一道不便 思考解决之道 实力动手操作修正过程 这就是发明的精神 随后县长徐正伟也听取 三组获奖团队解说作品的方便性 以及使用方法 并且亲自体验作品的操作 并提出更精进改良的 建议和学生们互动讨论 场面是相当热弱 科技大学将作品以3D列印 影片剪辑等科技能力 共同研发艾域水行制作碑 多功能化妆盒 耗生水果采收器等三项作品 参与发明展比赛 2020第19届马来西亚NTE国际发明展 吸引世界各国参赛 包括波兰 科罗爱西亚 伊朗 印度等20个国家 超过527件作品参赛 其中台湾也有24项作品参赛 共拿下8金8银4桶优异的成绩 其中智基科技大学 与三名国中的合组团队 融合了一银二统 以及特别奖的成绩表现相当亮眼 而这次参与国际发明展的学生们 学生都是初次出国与国际发明竞赛 参与学生以英文向评审 以及贵宾展示作品 目前提升偏向学生们语言能力的自信 也增加创新研发的量于世界结果的机会 记得继续欢迎观众